騎車來到邁進路安國橋路口 機車騎士抬頭往左看 但怎麼看 紅燈變綠燈之後 怎麼就看不到顏色 讓駕駛不知所措 角度會剛剛好被那個紅綠燈的外照 所以後面都會巴你就對了 偶爾啦 到底是什麼燈 不能怪用路人 原來邁進路拖寬之後 路幅變大 只要機車靠右行駛 停等紅綠燈時 因為耗製燈 被耗製的燈罩給擋住 只能勉強看到紅燈 但要直接看到綠燈 就只能用拆的 紅綠燈無法清楚辨識 後方車輛常常按喇叭吹觸 讓機車騎士相當困擾 也看不到紅綠燈 然後看對面的時候 有時候視窗的時候 在紅綠燈指示的時候 也未必有時候會看得清楚 然後每次都是有後面的車輛 然後稍微按我們前面的人喇叭 我們才會行走 那莫名其他到現在我們瞭解 原來是這個紅綠燈的視角上 有些問題 我們遇到很多的陳情 就是機車的人會按 機車的人會被後面開車的按喇叭說 為什麼你不趕快向前行駛 而因此可能會造成一些糾紛 所以沛翔今天來辦這個會刊 主要是針對這邊彎處的兩個 那有關紅綠燈上面來講 交通處也殞落會盡速改善 把這個遮光鏡遮光照 把它做大幅度的調整 因為耗子燈設置有一定的規範 若要往外移恐怕不容易 但政府交通處說 會調整耗子燈照的方向 讓外車道的車輛比較容易辨識 避免出現什麼都看不到現象 記者 黃少鳴 基隆報導